8月27日,湖南卫视发布声明,宣告与主持人钱锋解约 钱锋本人同时也发布长文,表示自己由于近日的事件给天天向上节目组和电视台带来了负面影响 所以主动提交了解除合同关系的报告 他同时强调在2019年已经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并未予以立案,后续会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维权 前几日,小易爆料举报钱锋,还晒出大量聊天记录、监控视频、对话录音等证据 钱锋藏是热门综艺天天向上的主持人,他的主持能力不错,在节目中也很有梗,是天天兄弟的一员 不过此次深受事件影响,很多观众都开始对他表示反感,恐怕很难再翻身 大概一周前,湖南台旗下一人公开签署了《易得承诺书》,钱锋的名字赫然在目 截止目前为止,对于钱锋事件还在重新调查,尚未进行通报 期待事件早日真相大白,也希望更多的文艺工作者能够以此为戒 不要试图做出践踏法律的行为,对此,你怎么看呢 感谢观看